如今的世界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较高的颜值不仅能让自己充满自信 更能推动自己的事业 如果通过整容能让你成为大明星 受人崇拜 但是却会给你的脸造成副作用 你会选择整容吗 今天小爱呢给大家讲一个 韩国2020年最新动漫 奇奇怪怪整容业 在韩国一间小小的化妆间内 一个女人气冲冲地推门而入 她叫美黎 是韩国拥有超高人际的大明星 美黎今天心情不美丽 对着经纪人和化妆师发泄心中的怒火 而新来的胖女孩菲菲可遭殃了 菲菲因为长得丑和没有戴口罩 被美黎一顿冲骂 本来就内心自卑的菲菲 受到了一万点暴击伤害 就在气氛尴尬的时候 一个帅气的男人走了进来 男人叫志勋 他是一名新人演员 美黎的注意力被眼前的帅哥新颖 也就不再生气 他似乎对志勋很感兴趣 问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志勋说自己一直生活在美国 刚刚学成MBA回国 他正是为了美黎 才加入这家公司的 美黎听完这些 对志勋更感兴趣了 志勋打完招呼准备离开 却无意中看到了菲菲的脸 志勋立刻被菲菲 纯洁无瑕的瞳孔迷住了 连连称赞 一旁的美黎看到这些再次发火 把菲菲赶了出去 在走廊里 志勋递给菲菲一块毛巾 并安慰了他 在交流中 志勋知道 菲菲过去是学芭蕾舞的 菲菲小时候相当优秀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只是长大后一切都变了 她因为长得丑 无法继续跳芭蕾了 随后 美黎和志勋一起拍了一条减肥广告 当红女星和人气新人的强强组合 让产品大卖 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抖音直播 下班后 志勋开着好车带着美黎离开了这里 菲菲又开始自暴自弃的一天 她来到超市 买了一大堆垃圾食品 回到家 用电脑打开论坛 吃着薯片 喝着啤酒 十分惬意 突然 菲菲看到了熟悉的三个字 郑美黎 她毫不忧郁地打开这篇帖子 帖子是讨论关于美黎整容的内容 韩国网友把美黎喷得是体无完肤 丝毫不属于我们中国的网友 菲菲是越看越兴奋 不知不觉笑出了声 正在得意之时 菲菲点开了下一篇帖子 看着帖子中熟悉的照片 菲菲崩溃了 原来她昨晚吃饭的照片也被拍了下来 网友们的评录不堪入目 一气之下 菲菲差点砸了电脑 第二天 关于菲菲的帖子 火避整个网络 记者和电视台都想采访菲菲 自卑的菲菲躲在家里不再工作 直到一条短信的到来 打破了菲菲平静的生活 这是一条关于整容页的广告 菲菲点进去看了一下 上面写道 恭喜入选 产品将寄到你的家中 菲菲想都没想 扔掉了手机 连地址都不知道 还能寄来产品 不知不觉中 菲菲睡着了 等她醒来后 真的收到了一份快递 菲菲取出产品 打开了视频说明书 发现在视频中 一个比自己还要丑的女人 在使用产品 短短三十分钟后 女人修正了脸部 变成了双眼皮 身材也瘦了不少 变成了妙龄少女 三十分钟后 父母在客厅谈话 菲菲慢慢走了出来 父母看到菲菲的脸 大吃一惊 此时的菲菲身材 依然很胖 但却像换了一个头 很明显 菲菲已经使用了 那瓶整容液 晚上菲菲为了 进一步变美 偷偷找到了 快递上所在的地址 菲菲进去后 发现一名神秘的女人 坐在沙发上 这个女人正是 视频上的女人 她身材瘦小 气质极佳 女人直接了当地 告诉菲菲 想让菲菲 当自己产品的模特 如果菲菲答应 就以十分之一的价格 把产品卖给菲菲使用 然而 十分之一的价格 就是两亿汉原 回家后 菲菲逼迫父母 给自己两亿 去买整容液 年迈的父母 一时间筹不出这么多钱 菲菲就拿起旁边的水果刀 以死相逼 仅仅到了晚上 菲菲拿着钱 再次找到这个女人 女人在浴缸里 倒满了整容液 让菲菲泡了进去 半小时后 女人拿起了手术 为菲菲整形 等菲菲醒来 回到家发现自己全变了 此时的她 身材高挑 容貌出众 比那些直播的小姐姐 还要漂亮 身材变瘦后 衣服都不合身 菲菲又逼着母亲 要了五百万 去买衣服 下楼时 曾经看不起 自己的保安大爷 也被菲菲迷得 神魂颠倒 走在大街上 道路两旁的绅士们 都不约而同地 看向菲菲 此时的菲菲 感觉自己 是全世界的焦点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随后菲菲来到商场 开始疯狂购物 路过的人们 把菲菲的照片 发到网上 菲菲瞬间 火爆各大网站 回家后 菲菲就把花了 一千三百万 买的衣服 扔在沙发上 宣布自己 要改个名字 金雪慧 随后 雪慧把自己 装扮成名媛 开始约见各种男士 可惜 一个都没有看上 晚上回到家 雪慧发现 肚子又开始长坠肉 她就准备 再次用整容液洗浴 雪慧订了 三十分钟的闹钟 就躺在浴缸睡着了 此时手机电量 耗尽关机了 等雪慧醒来 已经远远超过了 三十分钟 结果发生了悲剧 雪慧的身体 开始腐烂 还好父母 及时把她救了出来 父母为了救雪慧 把自己的肉 割下来贴在雪慧身上 雪慧去照镜子 差点没把自己 吓晕过去 雪慧不甘心 她无法接受 自己这个样子 一秒也无法忍受 她立即出门 再次找到了 那个神秘女人 女人嫌弃雪慧 没钱 就想赶走她 雪慧苦苦哀求 女人勉强答应 再帮她一次 可惜 钱没给到位 女人只能帮 雪慧修复了脸和双手 不仅如此 女人还侮辱雪慧是匪猪 自尊心受到伤害的雪慧 一怒之下 开始教训女人 在气头上竟然失手 把女人给杀害了 第二天 电视上不停地有播报 有年轻女子 无故失踪的新闻 警察也查找不到线索 不久之后 雪慧用女人的肉 修复身体 成为了大明星 她开始像美丽一样 代言产品 一天晚上 雪慧无意中 遇见了志勋 再次见到志勋的她 依然心动不已 她看着志勋 走进了一家健身房 第二天 雪慧为了能见到志勋 也来到健身房健身 等志勋到来 雪慧主动上前搭讪 志勋当然没能认出雪慧 于是两人就相约一起吃饭 几个月后 两人开始正式交往 志勋还制造了 一个浪漫的场景 向雪慧求婚 雪慧也答应了 随后 志勋把雪慧带回了家 雪慧以为自己 能和志勋 一直幸福下去 就在她欣赏 志勋的大房子时 无意中走进了货室 她看到桌子上 有一个礼物盒 就随手打开 下一秒就震惊了 没想到 里面装着几瓶美容液 雪慧翻开抽屉 找出来很多女子的身份证 其中一张 就是失踪已久 美丽的身份证 几分钟后 志勋做好了甜点 雪慧根本没有心情品尝 她想以上厕所 唯有逃跑 却发现 门已经反锁 雪慧来到卫生间 看到墙上 贴满了失踪女子的照片 而在另一面墙上 贴着的都是自己的照片 原来 雪慧早已被盯上 此时志勋出现在雪慧身后 她想给雪慧 打上麻醉剂 雪慧拼命抵挡 咬上了志勋的胳膊 逃跑躲了起来 志勋拿起了铁锤 找到了雪慧 一巴掌把她扇倒在地 接着 志勋轮起了铁锤 雪慧拿起一根笔 插进了志勋的胸口 在志勋疼痛的一瞬间 雪慧逃走了 但是跑到走廊的尽头 无路可逃了 雪慧被一个丧尸一样的人 给抓住了 等雪慧醒来 她已经光着身子 被吊了起来 并且 志勋已经化妆成美丽的样子 变态的志勋 有一个收集屁 她喜欢女人脸上最美的器官 并把器官移植到自己的身体上 而美丽的眼睛和鼻子 就在她的腿上 志勋早就通过眼睛认出 雪慧就是沸沸 她认为 雪慧的眼睛 才是全世界最美的 志勋毁掉了美丽的眼睛 开始移植雪慧的眼睛 不久之后 在韩国的街头 经纪人开始寻找新的目标 经纪人拍下照片后 把照片发给会长 而这个会长 正是志勋 要寻找最美的嘴巴 并想 把她和雪慧的眼睛 美丽的鼻子拼凑在一起